首先接上电源 打开电源开关 机器进入检测区 此时水位灯显示红色 水位灯显示红色 适量蒸泥水 加至水位浮球完整 加至水位浮球完整 低高水位不超过活走下营 此时水位灯显示常亮 加水完成后放入河水板 然后放入费内冰雾 放入完整后关上锅盖 选紧后门控灯显示常亮 此时按功能键选择灭菌程序或功能 A程序代表细菌培养 B程序不同的灭菌 B程序选择好后 然后我们可以按温度键上温度上下键 选择所需灭菌温度 然后按灭菌时间上下键 选择你所灭菌的时间 选择完成后按启动键开始工作 打开电源开关 立刻按启动键进入参数设置 第一个窗口显示的是温度补偿 然后再按启动键进入下一个段 这个时候显示的是排气温度的上限 按温度键和选择调节 再按启动键进入打印机设置 当本设备带有打印机时 可以选择打印的文字英文中文 再按启动键进入直接电池 表示已经保存了设置 然后关 锅内温度达到115度时 我们开始进入自动排气阶段 我们将升温至我们的设定温度 然后开始灭菌 再按启动键进入